讓我們心中的佛陀呈現出來 把愛、慈悲、平等、清淨的智慧 願各位常常打開生命電視台 打開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 接著請收看 经典读诵 愿意长折紫巾 后卫沙门 法场 义 文如是 一时 佛在社会国 其数几孤独猿 与千二百五十沙门聚 菩萨万人 而时 世尊与无央数大众 共会围绕说法 时社会城中 有大长者子 名曰辩议 与五百长者子 各有五百侍从 来亦佛所 前亦头面着地 为佛做礼 却做一面 于时 便亦长者子 插众作定 臣佛微神 从作起 正依福 俨然而前 为佛做礼 常规插手 白佛言 欲有所问 为愿世尊 慈敏敷衍 世尊至真 三界无上 道德神话 嫉妒群蒙 胡眼全道 令众得索 当来之事 五着顶费 三独赤胜 以此相烧 无尊无悲 独心相相 若当成王 以贪国味 行师相罚 生死明灭 当而之时 栽己小民 若佛弟子 四辈之众 蒙佛遗恩 得为道名 外着法医 内怀忌妒 无有尽顺 转相北傍 阳恶恶善 共高非比 此之人辈 皆是地狱 恶鬼 畜生之分 礼一时之荣 不知后世结束之殃 当以合法而开化之 惟愿世尊 俱世教化 使将来人 可蒙此福 得离三徒 永处福堂 否言 善哉善哉 便亦长者子 乃于否前 作狮子吼 有所发起 开化一切 当来于暗 凶恶之人 得蒙示意 快如是乎 所欲问者 莫得疑难 如来当位 分别说之 长者子 便亦白薄言 人和姻缘 得生天上 父和姻缘 来生人中 父和姻缘 生地狱中 父和姻缘 生恶鬼中 父和姻缘 生畜生中 父和姻缘 得生尊贵 众人所尽 父和姻缘 生奴婢中 为人所使 父和姻缘 生庶民中 口气相结 身心长安 为人所欲 不被诽谤 父和姻缘 得生为人 常被诽谤 为人所增 形状仇恶 生意不安 常怀恐怖 不和姻缘 所生之处 常遇佛会 文法奉持 初步插为 遭遇之事 带得好心 若作沙门 常得所愿 所问如是 为愿世尊 分别解说 令死众会 得文正教 愿使一切 得祭彼安 佛告长者子 便译 地听地听 善思念之 无当未辱 解说妙药 有五世行 得生天上 何谓为武 一者慈心 不杀群生 稀养勿命 令众得安 二者贤良 不到他物 不失无贪 祭诸穷乏 三者贞洁 不断外色 男女护戒 奉斋经浸 四者诚信 不欺于人 户口四过 无得贪欺 无者 不饮酒 不过口行 此武士 乃得升天 而时 世尊已记颂曰 不杀得常寿 无病常鲜肥 一切受天位 身安光影至 不道常大富 自然钱财宝 七宝为宫殿 娱乐心常好 男女拒不淫 身体相洁净 所生常端正 得行自然名 不欺口气香 言语常聪明 谈论不简及 所说众不行 酒肉不过口 无有勿乱意 若当所身处 天人常奉事 若其受终后 二十五神银 五福自然来 光影圣唯唯 福告便意 富有五事 得升人中 何谓唯武 一者不失 恩润贫穷 二者持戒 不犯十恶 三者忍辱 不乱众义 四者精进 劝化懈怠 五者一心 奉效尽忠 是为五事 得升人中 大富长寿 端正威德 得为人主 一切尽事 二十世尊已记颂约 不失得大富 钱财而自然 所身常尊贵 折得富于财 持戒常玩具 奉寿三尊教 尽心不犯恶 便得寿命长 忍辱不乱众 称惠不犯人 抓骂不环抱 所身常端正 精进不懈怠 常念奉持行 所身则豪强 得为一切将 一心不退转 忠信念反复 共是诸尊长 所身无艰难 若行此五事 转得为人主 财力色端正 自然勇猛将 佛复告便意 有五事行 死入地狱 一节乃出 何谓为武 一者 不信有佛 法 众 而行诽谤 轻毁圣道 二者 破坏 佛四尊妙 三者 四被转相 半毁 无信殃罪 无尽顺意 四者反逆 无有上下 君臣父子 不相顺从 无者 当来有欲为道者 以得为道 便不顺失教 而自贡高 欺瞒放师 是为五事 死入地狱 辗转地狱 无有出奇 而时 世尊已记诵曰 世间于痴人 不信佛法众 于意欲毁坏 言佛无有神 眼见善恶事 故作重罪行 神词而坏之 力少得罪多 莫是诸四辈 寒独怀忌度 名利故相悔 不知后罪重 世间诸群臣 父子二相加 财宝利名故 无有尽顺意 当来诸二人 以得为沙门 不奉受施教 死受罪不侵 行此五事者 其罪不可说 一劫地狱中 诸佛不能救 父子章者子 有五事行 多恶鬼中 何谓为武 一者千贪 不欲不施 二者盗窃 不孝二亲 三者愚名 无有慈心 四者积聚财物 不肯医食 五者不给父母 兄弟 妻子 奴婢 事为五事 多恶鬼中 而时 世尊已记颂约 千贪不不施 私妾不养亲 藏姬孔王仪 无辞于老人 妻子及奴婢 依皆不给予 坐守财物死 恶鬼胜为苦 身不见衣赏 富大烟如针 东西行求时 阳童观其口 不欲得饮之 拍口强令烟 一口入腹中 肝肺肠胃烂 如是遮擒苦 更历数万年 罪必乃得出 身为贫贱人 富此长者子 又有五事 做处身行 夺处身中 何谓为五 一者 犯戒 私妾偷盗 二者负债 敌而不偿 三者杀身 以身长知 四者不喜听受经法 武者 常以因缘 艰难摘戒 施惠 以俗为缘 事为五事 身处身中 于是 世尊以己 送约 常私窃 道人物 付钱财 底部长 喜杀身 猎于望 做俗缘 不法会 无诚信 不知道 去来世 今现在 做重罪 不自觉 稍稍鸡 多处身 牛马 向驴骆驼 出羊犬 不可数 长腹重 死剥皮 如是苦 胜婆当 富此长者子 又有五事 得为尊贵 众人所尽 何谓为五 一者不诗 周会朴广 二者 抵尽 佛法三宝 集诸长老 三者忍辱 五有称慧 四者柔和千下 五者博文 学颂经界 事为五事 得为尊贵 众人所尽 何时 世尊以记送约 不诗常等心 普记令众安 色力受无病 清后皆蒙恩 尽佛三宝者 理事诸尊长 所身为尊贵 尝得一切礼 忍入无称慧 身者得端正 众人见欢喜 视之无厌足 心条能柔和 谦让而尽顺 学问送习经 乃为人中尊 父慈长者子 又有五事 常生卑贱 为人奴婢 何谓为武 一者娇慢 不敬而亲 二者刚强 无功克心 三者放逸 物理三尊 四者盗窃 以为生业 五者负债 逃避不偿 视为五事 常生卑贱 奴婢之中 而时 世尊已寄送约 若有于挨人 焦慢于二亲 无有功克心 后生则卑贱 三宝不理事 刚强于尊老 无辞孝于人 生则为奴婢 放心自其意 盗窃人财物 赴债不欲偿 后生奴婢中 以时养于人 走始不自在 功力尝其主 罪必乃得出 父次长者子 又有五事 得生人中 口气相结 身心长安 为人所欲 不被诽谤 何谓为伍 一者之臣 不欺于人 二者诵经 吾有彼此 三者互口 无谤圣道 四者 叫人远遏就善 五者 不求人之长短 是为五事 生于人中 口气相结 身意长安 为人所欲 不被诽谤 何时 世尊已记颂约 恭敬于三宝 不交慢二亲 至成不欺狂 是行人所尽 户口不诽谤 等心于一切 劝人远罪行 送习念正法 世人不交慢 相尽如父母 恶恶而扬善 如是得佛吉 父次长者子 又有五事 若在人中 常被诽谤 为人所憎 行体丑恶 心意不安 常怀恐怖 何谓为伍 一者 一者 常无志诚 欺诈于人 二者 大会有说法处 而诽谤之 三者 见诸同学 而轻视之 四者 不见他事 而为做过 五者 两舌斗乱彼此 事为五事 若在人中 常被诽谤 为人所憎 行体丑恶 心意不宁 常怀恐怖 而时 世尊已记 诵曰 欺诈迷惑众 常无有志诚 心口而作行 令身受罪重 若身地狱中 铁钩钩蛇出 阳童灌其口 昼夜不屑修 若当身为人 口气常心臭 人见便不喜 无有何悦欢 常欲献观世 为人所激论 遭逢中恶难 心意出不安 死还入地狱 初则为畜生 辗转五道中 不脱重苦难 父赐长者子 又有五事 所生之处 常与佛 法 众会 初不差为 见佛文法 便得好心 若作沙门 即得所愿 何谓为武 一者 生奉三宝 劝人理事 二者 作佛形象 当始先节 三者 常奉施教 不犯所授 四者 普辞一切 与生正等 如爱赤子 五者 所授经法 昼夜奉送 事为五事 所生之处 常与佛 法 众会 初不差为 见佛文法 便得好心 若作沙门 即得所愿 而时 世尊已记 宋约 奉进三尊宝 教化 劝理事 作佛形象 好 奉诸 尊师教 当是一切人 与生等无益 比我 稀平等 行事 会佛前 昼夜常学问 智慧是大宝 开悟诸盲明 普世之道真 于是 张哲子便译 闻佛说 五十世药法之意 欣然欢喜 待得法忍 五百张哲子 接得法眼镜 又诸会者 各得其志 于是 便译即从做起 为佛作礼 常规插手 白佛言 善哉世尊 快说此法 乃令会者 得闻其所 不使将来 嫉妒恶难 为愿世尊 过于平聚 集诸众会 明日日中 趋于设时 而时世尊 默然而许 诸长者子 为佛作礼 欢喜而去 便译道社 白父母言 今所情者 人中难有 名曰如来 无上法师 三界无比 便告其妻 领设饭时 急寻巨传 明日世尊 与诸大众 往到其家 就作俨然 时便译 将者子 与父母眷属 千里佛足 各自共事 便亦起行 早水 静亦奉食 下时未弃 有亦起而 千里作起 佛为咒愿 无感于者 骗无所得 称会而出 便宣恶念 此处沙门 放异于祸 有何道哉 凭者从起 无心见语 长者迷惑 用为犯此 无此敏意 无为王者 以铁网车 力断其头 言以便去 佛达称气 有一起儿 来入乞丐 坐中众人 各个与之 大得饭时 欢喜而去 急声念言 此诸沙门 皆有此心 灵无贫寒 时时充饱 得即数日 山灾长者 乃能共事 此等大事 祈福无量 无为王者 当供养佛 几众弟子 乃至七日之中 当报今日 饥可之恩 言以便去 佛时已气 说法 几环金色之中 报告阿难 从今以后 趁其下时 以此为常 时二起儿 辗转其丐 到他国中 落于道边 生草之中 时彼国王 忽然崩亡 古有细思 时国相师 明知相法 乘书记曰 当有见人 因为王者 诸臣百官 千诚万计 暗行国界 谁因为王 故见道边 生草之中 上有云盖 相师只曰 终有神人 极见起儿 相因为王 诸臣拜业 各称曰臣 起儿惊恶 自云下见 非是王种 皆言印象 非是强力 沐浴香汤 着王者之福 光相隐然 称善无量 倒从前后 回车入国 十二念者 在余生草中 我美不觉 车力断其头 王到国中 营阳河条 四气隆鹤 人民安乐 称王之德 而时 国王自念 习者贫穷之人 以何因缘 得为国王 习行起时 得蒙佛恩 大德范食 便身善念 得为王者 供养七日 佛之恩德 今以果之 即朝群臣 遥向社会国 烧香作礼 即遣使者 王请佛言 蒙世尊 宜恩 得为人亡 愿去尊神 来化此国 渔民之人 得见教训 于是佛告诸弟子 当受彼请 佛与弟子 无央述众 往到彼国 时王出营 与诸群臣 骑守佛族 烧香散花 祭曰供养 佛入宫中 即已就坐 逢起行水 供设饭时 须予以弃 而时 国王为佛做礼 千白佛言 我本是小人 有何福行 得享思维 愿佛解说 令此国人 得蒙开眼 佛告王曰 往日甚未成中 有长者子 名曰便意 施舍大坛 请佛吉森 使佛坐定 下时未称 有一起儿 来入玉起 一无所得 称会而出 二念申曰 若无为王 以铁网车 立断其头 一人后来 乞丐大德 犯时出 几念言 若我为王 供养此等 众圣之僧 其日之中 十善念者 今王是也 十恶念者 我生草中 王寿正位 回车入国 车即侍从 立断其头 死入地狱 为火车所立 一节乃出 皇经请佛 报事过后 始事受福 无有即矣 而时 世尊已记 颂曰 人心 是独根 口为祸之门 心念而口言 深受其罪央 无念善恶人 自作 深受患 异于亥与笔 不绝 车利头 心为甘露法 令人升天上 心念而口言 深受 其福德 有念善恶人 自作 国安身本 意念一切善 如王得大位 事时 国王闻经欢喜 举国成名 得须陀还道 供养佛 七日之后 佛于世欲去 王及成名 为佛做礼 欢喜而别 于是 世尊还道 设位 奇数经社 贤者阿难 正依福 从座而起 为佛做礼 常贵白佛言 世尊 当已和名此经 云和奉行 佛告阿难 世经名曰 便亦长者子所问 当奉持之 一名诸法要义 佛父告阿难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有行丝经 奉持奉送 宣传后世 令人受持者 世人如事我身 福无有益 诵丝经者 当为弥勒佛所受绝 如来广长舌 所欲无有益 佛说经意 时诸天 龙 鬼 神 四辈弟子 闻经欢喜 为佛做礼 便亦长者子经 佛法浩瀚无牙 读诵大圣经典 既能开发智慧 更丰富生命 欢迎十方大众 踊跃护持本节目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沪明中华印经协会 ジャが鞭文化 11657483 JGO 当然 大救 第一 船人 、十 SOL 都 不到 进攻 sailed 同 船人 、 Copenh 国 、 一 widz 即使他们活着的时候 犹如天之骄子 死时却比恶魔还可怕 听闻的人们啊 你们已被这个虚幻的身体愚弄 现在你或许以你的身体为傲 珍爱你的身体并悉心照料 你的亲友都面露微笑 充满深情地执着你的手 温柔地对你说话 然而当你死亡之后 一切都将变得非常不同 你亲爱的家人将急着把你的尸体 送出家门 谁会想要在家里 放着一具尸体 如果你在西藏 你的身体将被绳索捆绑 放进一纸初步带终 送到墓地 被人分割肢解 被兔鹰撕咬成碎片 你应该如何善用身体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善用身体 一个向人借用工具的工匠 会趁工具还在身边时 悟尽其用 事实上 你的身体 也是向死神暂时借来的 在死神收回之前 你只能短暂拥有 趁你还能使用这个身体之前 你有没有好好善用它 来修持佛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